本节目由福全健保冠名赞助 简单食材营养搭配 快手煮出健康好味道 三分钟开饭 大家好我是林慧宜 今天的三分钟开饭 林慧宜要跟您分享的是 黑豆红枣小米粥 红枣小米的搭配不但可以健胃 活血养颜 还可以防止长者骨质疏松和贫血 搭配着黑豆可以降低胆固醇 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 我们需要的食材有黑豆红枣有机小米 那大家拿到了这个黑豆的时候呢 要泡水把它泡over night 这样子的话呢又省火又省瓦斯 还省时间 那如果说你还想更想省时间的话呢 把它泡一泡水之后呢 直接把水泡多一点 放在电锅里头 外锅呢放上两碗的水 然后就擦上擦头 让它自己去蒸 这个时候呢泡好了这个黑豆 然后呢这个还有泡一泡的这个红枣 好之后呢我们再配上这个小米 那小米呢特别是暖味的非常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 好水滚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下锅 黑豆呢下锅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什么学问 就直接把它丢下去就行了 好红枣也是一样 好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下小米的时候呢 这个水必须是滚的 好这水必须是滚的 那请大家看一下 下去的时候呢不要继续搅拌了 但是水必须是滚的 它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呢一直翻滚 翻滚的时候呢才好看 那这个我们去打去转的时候呢 不能这么转 这样子的话顺时钟转的话呢 它还是容易粘底 甚至呢它会造成一个漩涡 看到没有 造成一个漩涡 全部的东西都集中在中间沉下去 所以呢我们不能这样子打漩涡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这样子立体的打 有点像打蛋的这个方式来打 这样的话这个米才不会沉底 好我们就这样子一面下 一面打 看到没 好这样子的话呢 放下去呢 等到它煮到烂的话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要记得哦 是上下的这样子打转 而不是打圆圈 好我们就盖上盖子呢 给它煮差不多半个钟头 我们再回来看 哇非常的营养 各位朋友你喜欢我们这道菜吗 欢迎你每周五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三分钟开饭 您食材送好康 赶快拿出你的手机哦 来扫描我的二维码 或者是打电话到中天中望去 因为我们的Yummy Miao已经为您准备好了20份的食材 希望您能够惊喜大钟奖 不要忘了福泉健保保护你的健康 这是我们的东方养生 希望大家都健康 安心宝 临烦恼 福泉健保提醒您 65岁生日前三个月 记得去社安局办理您的红蓝卡 以及额外的医疗保险 福泉健保为长者提供领保费计划 更包含中药 针灸 处方药 临门准费 牙齿眼睛听力等全套福利 欢迎洽询 本节目由福泉健保冠名赞助